就我看这个经 看这么多遍 也讲了十来遍 我看到一种 一桩什么事情 真妙 妙极了 我发现一桩事情 往生极乐世界 进入阿弥陀佛的讲堂 是说什么 出讲堂呢 出讲堂就成佛了 没有成佛 你不会出讲堂 离开讲堂就成佛了 不可思议啊 那修行无量节 无量节可以浓缩成一刹那 一刹那延伸就是无量节 在极乐世界念节渊柔 没有时间限制 真是这个样子的 为什么 到极乐世界 这个身不是肉身 我们现在这个身 是阿赖耶的香粉 我们齐心动念 是阿赖耶的健分 阿赖耶说 忘心 他当家做主 到极乐世界 没有忘心 过过人 转时成智 在哪里转的 在莲花里头转的 你看我们这个身 谁掉了 阿弥陀佛拉莲花 借我 我们坐在莲花里头 莲花喝起来了 到极乐世界 莲花开了 莲花开了 身就变了 这肉身没有了 主要八十日成四之 所以到极乐世界 身是发性身 居住的环境是发性土 发性不生不灭 阿赖耶是生命的 无常的 发性真长 不生不灭 所以不要吃饭 不要睡觉 极乐世界 没有什么月亮太阳 一片光明 佛神放光 每一个人生都放光 花草树木放光 宫殿放光 大地都放光 光明世界 没有恒业 没有恒业 所以你进讲堂去听经 听到大车大物 民心坚信 出来了 称佛了 不称佛不出来 称佛就出来了 出来到他方时期 跟你有缘的世界 你到那里去造福 去教化众生 经上讲 你的名号叫 妙音如来 妙音是什么 阿弥陀佛 妙音 我们是因 因妙音 成就的 将来我们教一切众生 统统是念佛法门 非常不合思